LEO 聊四季天天無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一場憤怒黑森林比賽 那最近呢我由於搬家的關係 所以已經搬到了一個有工作室的地方 但是呢這個回音的問題還沒有解決 所以這個工作室呢可能未來幾天 或者是到下個月才有可能處理好這個回音的問題 那還請各位多多見諒一下 OK那我們回到比賽當中 那這場比賽呢是黑森林的關係 開局大家都會先點支部 然後拉村民去圍家 那如果你能先在前期獲得一個很好的圍家點的話 那你在中後期的進攻成本 或是防守成本就會下降很多 那先圍好的話也可以防止對方直接來偷家 或是開大招射箭牆或馬舅之類的東西 或是想說你直接打一個伸頭前壓 或是直接蓋寶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黑森林的窄口外叫 通常都要前面都要打叫 那這邊是內外加兩邊的赤頭都在前方打下 那Z410這邊的肉碼直接一瞬間倒地 那來看一下薩拉斯人這邊的肉碼 哎呀天空熊的肉碼也倒了 最後的結果是天空熊加上Z410的肉碼全倒光 那對手的薩拉斯人跟紅色朝鮮的肉碼還在 好那這邊村民爆錘一下 朝鮮這邊村民血量有點低 我回拉一下 肉碼稍微回頭 好這裡再回頭打一下 OKB20回去 好這邊有機會圍得起來嗎 還是朝鮮要再往前圍一點點 這邊再拉更多村 但這邊的首要目標一樣就是不斷村喔 只要一斷村就會很會喔 像Z410這裡已經有斷村的跡象了齁 村民速度稍微少了一點點 只有九村喔 這樣其實蠻傷經濟的 好這邊再把殘血的村民拉回去 後面這兩隻村民又被爆打一波 血量很殘 當然這裡有機會收掉這隻殘血的村民拉 這裡圍一下 往左邊走 好這裡再回頭打一下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 剩6滴 捲著不打 好最後是由朝鮮這邊喔 拿到黑勝旅前面的優勢了 好這邊再圍 好再繼續圍起來 好關起來 關本獸 但是這邊有一個牧場可以低調 好Z410又拉了一些村民過來繼續打架 然後前面繼續吃肉 這邊打架的結果讓Z410已經斷村 斷了三村 紅色則是斷了兩村 兩邊村民速度都是斷好斷滿 都是想要拿到一個前期的維加優勢喔 好但紅色這邊更兇喔 直接拉非常多村民 Z410一直是採取一個殘血就拉走的一個策略 但是最後有一隻村民直接被扁死 這裡圍毆大成功 超派 這個就是打群戰 這個村民速拉太少 其實效果並不是很好 但你拉太多又會斷村喔 這也是黑勝旅前期比較困難地方 那在內架的部分喔 還需要去趕快補這個漁船喔 光電時代 黑暗時代就要去補這個漁船 就是黑森林呢 一定要去補漁船喔 這一點OK 好那Viper下面這邊肉馬已經漁了進來 這邊看到是橘色 外加 然後外加的是 雪 雪的話他是有漁的關係 但是他剛剛說他要Rush一波 所以有可能這個漁呢 所以給紫色Dout去捕魚喔 把這個魚捕完之後趕快去撒魚網 就是Fishy Boom 那黑森林的這個炸魚策略喔 基本上應該有稍微研究這個遊戲的人 都會去做的事情喔 所以在黑森林喔 一定要好好把握魚群喔 那在大概兩三年前的阿拉伯裡喔 Viper也很常在這個阿拉伯裡面 偷偷在小池塘裡面炸魚 去補經濟喔 那之後阿拉伯呢 終於把這個改掉了 好像是兩三年前 好像四年前了 現在阿拉伯呢 是完全沒有池塘的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 就是可以蓋碼頭的池塘 所以阿拉伯現在就變成一個純路戰 但是黑森林呢 還是有池塘可以去撈魚的 那紅色的這邊撈了這麼多村民 直接再繼續往前打 這邊一直打一直爽耶 乾脆你玩硬加算了 點個兵工場一攻一防 是不是更好 哇靠這一村還是被拿下 OK 那目前Z40村民宿是最後的 十七村 這裡有一村有危險 趕快拿更多村民過來 繼續打群將 好那藍色這邊 也準備點下了封箭時代了 好那Shed這邊升到封箭時代 立刻打出了棒棒開局 然後配上某一開始潛壓 後面補了一根劍塔 真的是要Rush了 好那右邊這個地方還沒有結束 這邊還在亂鬥當中 但這裡已經確定有三隻村民 沒有辦法回頭了 怎麼辦 這裡拉更多村民再爆打一波 Z40這裡好像有點危險 怎麼辦 夾不住 好這裡趕快再圍一下 直接圍死 後面這裡再敲一下 哎呀 敲起來可以啊 後面趕快拉村民過來支援一下 這邊爭取一點時間 但這裡有個木頭 可以蓋木牆刪除掉這個樹木嗎 沒有辦法 而且右邊這個木牆又被打爆了 這一隻落單的女村民直接無產 被三個大漢拿著全套一陣爆打 哎呀 三對一 這個劇情我非常熟悉的 好那現在變成 這一隻男村民要面對剩下的村民了 這個木牆應該是打不進去了 Z40這邊經濟已經完全炸開了 好 這邊再圍一下 想要再去拖一點時間嗎 但這裡有機會 拖到時間嗎 哎呀 哎呀 這個村民好慘 好 Z40 宣告死亡 這23村 欸 村民開始追上你一點了 因為大家都在生時代跟城堡時代的關係 村民稍微有點追上 好 我們來看一下Shed這邊的進攻 直接無視外加要從內加進發了嗎 直接去內加 好 馬上就進去內加 繼續鬧 好 那Shed這邊是打一個 三裝甲跟老鷹喔 還有兩隻村民的一個前插塔的打法 這就是所謂的裝甲塔 那裝甲塔村民好像拉的有點少 拉到五川的話可以增加這個箭矢 最大死 燒耀能力會更好 那這邊要先去插這個碼頭 會更適合 好 所以這邊是直接插一個碼頭在這裡 好 但對方已經 Viper已經有所提防了 馬上按了一艘戰船 那這個碼頭應該是蓋不起來囉 有戰艦的話就可以保護這裡的魚群 好 那Z40 這裡繼續用村民在暴打這些牧場 很想要打進去 好 這邊丹尼爾說 Miper you ok Miper說我ok的 我ok的 丹尼爾表示 他讓對手跑進來 有點不好意思 比方外加職責 就是不要讓Rush的人衝進來 如果衝進來的話 害到那一家其實有點小傷到 這個經濟 那Miper他是熟練的選手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世界冠軍等級的 然後咱就把這個黑森林當單挑帶打 直接變成 單挑黑森林 直接開圍 好 那升到那一家的沙拉神人 轉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薛道業 好 那那一家的亞美亞人 天空熊來助陣了 好 台灣團隊 天空熊加上Z40 這一波的搭配 會不會比對手更好呢 那目前紅色也是 算個半死不活的死人 再來就要來看兩邊的內家 誰支援的更大位 好 那目前天空熊內家好像沒有池塘喔 內家沒有魚群可以 沒有池塘可以吃魚 有點虧阿 好 結果丹尼爾這邊下一個碼頭 然後抱了一些馬 溜了進來 哇 讓Shed這邊直接爆炸 前面的裝甲步兵繼續砍 MIP用了一隻村民 就拖住了這四隻單位 然後結果Shed加了一下 被馬爆的關係 資源只能到處逃產 經濟有點差喔 而且後面怎麼那麼多村民阿 哇 九隻村民在後面 哇 Shed直接一個 備藏軍事科技 這就是我們說的喔 如果你前面不為的話 毀龍就會出現這種畫面喔 被人家溜進來 然後備藏 馬舊阿 或是射箭場 城堡之類的 馬上就 馬上就出現了這個問題喔 好 亞密尼亞人 第一個強烙教堂 會有一個生物喔 天光熊補了一個強烙教堂的前線 好 這邊D40補了一個四隻 想要把這個洞虎給補起來 避免被衝進來 好 那Shed也把後方的木牆給補好了 這個是很細節喔 對啊 再補一個大石牆 那這邊呢 就是要讓大奧特 繼續3TC開農 這個村民大塊應該會一直補下去喔 當你的內家 外家已經是個死人的時候 Rush衝過去 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內家的職責喔 就是要六七不認的開農 即使你外家已經快沒呼吸了 你也不能出兵幫他 你一幫他的話 你就將會打不贏對方內家了 那就會很麻煩 我就會有點 兩邊一起倒 那對方內家隨時可以解決掉喔 這邊一次解決兩家 那如果有開農起來的話 那至少你有可能 一個人可以打不贏 在對面舉設定一下喔 甚至跟Viper反吹回去喔 就是有農有機會 沒農沒機會阿 那個俗話說嘛 比賽要打一個會贏的方法 而不是打一個會輸的方法 好 這邊3TC繼續農得上去 目前灰色村民還是有在愛 雪的這邊的村民宿只剩下31吋 好 那Z4這邊只剩30吋 兩邊的村民宿都不多 好 這邊直接想要在前方補大石牆 裡面兩台工程器製造所 投資車會看到村民出來搞事嗎 那這個投資車出來的話 會被箭塔給射掉喔 而且這裡面也是有場 這場是什麼 衝車 不是投資車 好 紅色右邊補了一個箭塔 稍微也少防守一下 兩邊都有做一個預防的準備 好 D40 繼續農路回來 那Shed這邊呢 是出了一些槍兵 守這些肉馬 好 這邊想要再圍更大一點 讓這邊肉馬不要再亂串了 好 但這隻村民應該是好不掉 好 槍兵過來 直接走進去 直接走進去 好 快點喂 好 結果以後村被射死 這是D40 不是D40 Shed這邊好像有點麻煩 家裡已經全部損桿爆炸 後面的池塘也不能補魚 好 呃 VIPER這邊 漁船呢 是越捕越多 馬頭補了非常多 好 那上方的部分 看起來 算是正常運營當中 好 神雄頭吹過來 換擊 好 先打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後面補了更多的馬舊 伯伯這邊擁有馬舊折扣的優勢喔 洛馬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 在這邊繼續補洛馬 問題不大 而且還有小弓 好 還是這波要衝進去 Can Win Shed說 他們能贏 他是說 他是哪舊嗎 還是是個什麼 有點看不太懂 4i2 好 這邊 又直接手撕一隻村民 殘血的村民都被收掉了 所以肉馬操作得很不錯 一直包到落單村民 丹尼爾這邊手術標好 標滿屑的 有點被打得一個挫抖不及了 好 下面這裡 補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5TC開農 道德這邊也是無情開農 六情不認那種 想怎麼農就怎麼農 好 這邊偷車繼續開閘 這裡人預判成多嗎 天空熊被預判 哇 結果是台灣隊這邊被預判 我的天 台灣的兩位選手 有點尷尬了 天空熊現在4TC開通 好像也沒問題 好 好 發生天空熊跟志祺獅子 都在同一邊了 我們稱為上面是台灣隊了 好 下面是道德跟Shed 這邊肉馬直接上來硬尻 反正城堡師帶來騎士跟肉馬硬吃 想要直接收到Shed Shed這邊直接夾起來 但是村民說還是損失很多 只剩下少量的22村 這邊只用槍兵也擋不住 後面直接一個無奇馬爆 折扣騎士打起來就特別舒服 好 這裡轉出來衝車了 看來要直接端掉Shed了 好 到時候這邊已經準備好 地方塞車了上去 再補射箭場 孟加拉人應該是打相公喔 好 右邊依舊沒有東京 Z40穩穩的農了上去了 開到了5個TC 也是無情開農 再來就是無情開農的部分 紅色這裡就稍微農的比較慢了 跟Z40這樣相比起來的話 Z40已經開到5TC 這邊只有4個TC 第4個才剛補下而已 朝鮮這邊地龍時代能打東西 就是頭石車火炮馬戰車 在團戰比較常見 後方薩拉生是比較難處理的 薩拉生有奴隸兵 還有駱駝 強弩 馬弓 大衝車 火炮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而且現在Shed這邊已經沒有呼吸了 還有機會可以拿下這場比賽嗎 這邊再繼續收穿 哇 Shed這邊4根箭塔 要被直接手撕了嗎 這邊非常多箭塔在射 但是只有封箭時代 沒有二級射的關係 其實很耐抗箭矢 剩下為良 是不是沒了 Shed好像也沒有村民跑到後方喔 這裡有蓋石槍 有一隻村民跑到後方 哪時候跑過去的沒有看到 哈哈 好 有一隻村民跑了過去 下方這裡繼續再爬木 本人不想跑了 哇 丹尼爾直接手撕了Shed 好 天空熊這裡補了一根城堡 這裡是修道院三個 亞美尼亞的修道院是全滿的 所以打這個團戰的話 打生鯉還蠻不錯的 生鯉配白血 劍友或戰鬥祭司 都可以去考慮一下 复合弓箭手在這個局面 是非常不適合的 主要是因為有投石車的問題 朝鮮這個超像投石車 對方有落魄的情況下 出复合弓箭手 其實沒有到非常優勢 確實打這個劍兵勇士會更好一點 就我這邊先打他幾兵 先轉槍兵擋一下 好 道場這邊是慢慢使用相弓 加上投石車偷偷開路 想要直衝viper的家裡 好 丹尼爾在下方 這些村民沒有被抓掉 應該是丹尼爾 沒有看到嗎 還是做人留一線 看到這些村民在那邊伐木 決定不繼續進攻 幫他一馬 有沒有可能 雪的這邊是一個人 蓋持論重心蓋 七七四九天還在蓋 好 下方這裡 有一個洞出來 雪的這裡有看到 趕快在倒車補了一個新的石牆 從右邊的洞去往右邊進發當中 但不知道是不是被viper 給意識到了什麼 開始往右走 那保加利亞人 有這個五折的 工程器製造所的肉量減免 所以這個重頭馬上就升上去了 這是保加利亞後期很厲害的地方 好 Viper這邊是來到了 8100的分數 道場這邊有9400 好 投資車加上 向東 好 這裡用保加利亞騎兵 加上重頭 重頭還有1分半還沒有好 投資車這時候要起有點困難 對方 孟加仁中頭也是反擊回去 砸爆了道德大量的 這是道德 找掉迈克大量的投資車 道德這邊投資車 還有兩台 好 那薩拉斯人直接鬼轉奴隸兵 奴隸兵打相公傷害其實很痛喔 但是要很害怕投資車 好 那奴隸兵打相公很痛 相公打奴隸兵也很痛 那兩邊都是一個互相傷害 好 那奴隸兵打贏 血了之後呢 開始轉容囉 這一點做得很好 因為沒有經濟的人喔 軟如死人一樣 趕快先農 就趕快農上去 農上去之後才可以 遠遠不覺的出兵喔 幫忙隊友 好 這裡趕快 用投資車砸這些大象 這邊變成重型投資車了 75點的傷害 砸相公非常的有力 後面奴隸兵打大象的傷害 也是非常的優秀 U啦 有夠U 哇 道德這邊大量的大象 直接被奴隸兵的差一刀給丟爛 太無情 好 六邊終於有動靜喔 田虎雄這邊轉出來的東西 衝車配上疾兵 朝鮮這邊果然是轉出了大型箭塔 還有火炮 投資車可能還要趕快升級上去喔 那如果現在轉投資車的話 又會被後方聖旅給招翔 雅米尼亞的招翔是全滿的 這子彈號投資車是有點偏難打的 好 田虎雄這邊搭配也非常適合 槍兵阻止漏馬 打僧侶 僧侶阻止攻城器 的一個 牙齒方法 那雅米尼亞人比較尷尬的是 工程方面喔 基本上只有巨型投資機比較能用喔 其他方面有點堪用喔 太...不太好用喔 好 田虎雄這邊也送了一些兵過來幫忙打架 戳掉了一些投資車 好 打架左邊要往左邊走 但是 Viper這邊保加利亞持兵數量非常多 有15隻了 好 迪西林這時候點下了金冠技術 飄悍精神 飄悍精神出來之後 大概可以轉出非常大量的駱駝 那這邊打奴隸兵的話 打駱駝感覺會比較適合 不然打的重裝騎士也可以考慮 那我覺得轉駱駝可能會更好 因為奴隸兵打駱駝是沒有外增傷效果 所以祭士林應該是首選打 的駱駝會比較好壓制住現在對手這種配兵打法 OK 那相關這邊是39隻數量 開始解決掉了一些 佛加利亞騎兵 好 這邊建議防下 好 這邊建議防下 好 這裡衝車總共有五台 來 好 孟加阿倫 道特在左邊補了一些新的修道院 也想要回轉 生鋁戰 好 那目前天空熊慢慢開始殺進去 後面 生鋁一遭翔 拼手術開始 好 駱駝直接上去 往前 好 進來一刀一隻生鋁 生鋁只剩下三隻 兩隻 一隻 只有那一隻來不及收掉 但這一波已經打得很好了 目前奴隸兵數量來到了 花上三十幾隻 而且冒一線一直有在跑喔 好 道特這邊的大象 繼續一個人打兩家當中 好 弱駝工兵打大象工兵 其實效果很好 因為大象工兵呢 是算騎乘單位的 所以駱駝工兵打象工 傷害也是不賴的 好 這邊再做一個拉扯 哇 右邊的大象駱駝轉得出來 OK Z40管是轉駱駝 那裡不轉駱駝絕對沒得打 好 駱駝直接往上硬貼 後面火槍繼續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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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來到了 57隻 58隻的象工 好 頭死車開雜 雜案 哇靠 保加利亞這邊是來到了 11隻的頭死車 四龍飛桶可怕 再掃個一發 唉唷 收掉了 好 這個頭死車就去炸 哇 頭死車打象工很優秀啊 好痛 大量的象工屍體 好 孟家人這邊轉出了生駢 想用著想頭死器 目前看起來要著想到大量工程器 需要很多生駢喔 這樣生駢又會被這些駱駝工兵給壓制住 很麻煩 哇 一喘就被炸 好 現在還是沒有炸強到 駱駝工兵一直收拾掉了這些 這些生駛 這些生駛 好 右邊這裡也在是夾住當中 天空熊用了槍兵配上 生駛的一個打法 感覺非常很大的壓力 而且還有駱駝 但正面好像 有點夾住了喔 後面頭死車並沒有轉出來 而是轉這個火炮 火炮加火槍 好 道德一個人孤軍奮戰喔 遇到這麼大量的駱駝工兵跟頭死車 好插邊球 差點又要懸道了 OK 右邊的戰況看起來不太妙 駱駝工兵直接卡住了道德出兵點 好 但還好 打相還是有體質上的優勢 好 天空熊這邊 開始慢慢往前推 Z40加上天空熊的連軍 有機會 左邊只要端掉的話 天空熊他們就要逆轉算了 shade這邊還在慢慢農 慢慢農了回來 所以shade也不能放棄喔 趕快農 或是 就是 直接趕快速帝王轉生旅 幫忙招搶一下工程器 讓道德可以進行的出工兵 這個大象工兵 或是工程戰效 進行反擊 那死人呢 是要趕快速升帝王 驅出這個生旅 阿茲特克的話 是很好的選項 然後沒有資源的話 再轉重型頭死車 都可以了 好 這車直接 撿掉了一些大象 讓大象後方越繼續補了過來 駱駛工兵直接被射爛 OK 右邊Z40再偷偷蓋了一些馬就 我右邊偷渡了過來 好 正面朝鮮的大使劍塔 開始築起了陣地戰 有點麻煩阿 哇 大量火槍 好 被著想 魯利兵開始反擊回去 後面大使劍塔開始在輸出 哇 砸掉了非常多的疾兵 好 火死車 要往前嗎 好 火炮開始處理掉這個劍塔 這個劍塔應該是蓋不起來 火炮塔 哇 這裡好像崩了 大使劍塔推進輸太快 好 那目前 弱頭弓兵也是殺到後方開 也在干擾貿易線 道特開始左邊崩潰了 開始夾不住 Viper跟薩丹尼爾的 弱... 勃勃大軍 弱頭弓兵勢上太多了 道特打得也是一片歡舞了 有點是放棄狀態了 後面的貿易線也是被射光 天空熊又兵是被推了進來 沒有辦法 有可能是被推到貿易線的關係 有點斷經 一直解解 敗退的感覺 完蛋了 弱頭弓兵好強 夾不住 打出了 聚聚 哇 Viper最後用大量投石車 砸爛了大象弓兵 也有轉型重型奴炮 什麼都有轉 那弱頭弓兵的麻煩之處 還是相當難產 迅速擊殺了一大堆貿易車隊 還有農田也村民 火炮跟巨型號司機 也是有在出的 那看起來Viper這邊的打法 算是比較偏工程器路線的 那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是 雪的這裡好像工程失敗之後 然後後面又被BD直接一波帶走 這個是有點傷的 前面感覺還是要早點圍一圍 不要讓對方進來比較好 但也有可能是丹尼爾 溜的太好 可能一開始就從上面這樣溜溜溜溜溜 溜到最後方 溜了一大圈進來 也是有肯 剛剛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呢 是有道德這邊拿到十萬三百二十八支援 但是viper更多 十萬一千九百二十九 那這邊支援差距有些差距蠻大的 那雪的真的是太長了 經濟只有一萬而已 那其他人的經濟其實差不多的 那軍事方面呢 是沙拉斯人拿到三點武器的KD 這裡重型投石車加配重 攻擊力高達86點 再一點就是87點 不能再多了 努力兵啊 數量還是非常誇張 擊殺之術一直在維持很高 96隻 那我個人認為天空雄這邊出兵問題不大 還有這個駱駝也是 也是要該出的 但真的是 雅美尼亞人的問題 就是缺乏工程器 沒有重頭也沒有火炮 也沒有大衝車 這一點是 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的 只單靠自己的僧侶去招響還有槍兵 確實也壓力很大 可能還是要轉點工兵出來擋會比較好 其實努力兵呢 跟火槍都是怕工兵的 但工兵又怕對手的重頭跟火炮 所以這個兵種相克的問題 到了後期是有點難解難分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